屏东有一名工厂的富二代家里年收入高达了八百万元 但是因为物交损友又染上了毒瘾 竟然偷开麻麻的宾市车 从屏东到高雄跟同伙租机车 再挂上失窃车牌去随机抢劫 被警方试破的时候他逃逸还摔车招待 被带回警局时富家子甚至还苦苦哀求 要求远警不要通知父母 无信女子坐在机车上 专注的低头滑手机 随后阳气嫌犯见状 不断逼近趁着女子不注意 抢了包包就跑 光天花日之下大胆心切 心境十分嚣张 因为吸毒或是物交朋友 发生抢夺这个案子 这名亚信嫌犯本身来头不小 是屏东地区的千万富家土地 因为染上毒瘾又缺钱花用 偷了家中的冰湿车北上高雄 和同伙预谋抢劫 一贯手法都是先租机车 再挂上失窃车牌 在大高雄地区就抢了三次 这回遇上警方蓝茶时摔车 才会当场被胆 而另外一名同伙则是趁势落跑 发现他车牌跟机车样式不一样 结果就拦捕他 那我们通报以后 根据特征点 跟我们那一天的抢案 是同样的嫌犯 据了解这名亚信嫌犯 家中从事渔船装备事业 在屏东地区更是扩错门户 从小就被家长溺爱 这回染上了毒瘾 又物交损友 才会越驱行抢 但千万富家子弟 因为一时走偏沦为贼心 这回父母的面子怎么挂得住 记转马日文送的威高雄报道